歡迎收看購物王促成班 記得訂閱和讚好和留言 要不要叫大家訂閱和讚好和留言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我是Tiff 購物王促成班 就來到一個全新的一集 都是跟Marie Claire一起做的 今集的主題是什麼呢? 小中石包包 沒錯 全部介紹的都是千元的包包 如果想看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因為我們上次拍的直播 我們就說了很多都是過萬的袋子 上次的Ginger Fang也很好 今天說的這些牌子都是一些比較少種的牌子 我們選的包包都是性價比比較高的 不如我們現在就做什麼? 我好像看到了 我們不如第一個就說 說說這個紐約的品牌PD Mode 首先說這個背景給大家聽 這個包包包就是Froggy 它最特別就是這條鏈 這些鏈是可以獨立買的 是一定要獨立買的 其實很多香港的藝人都已經用了這個袋子 包括 Xia Sami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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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其實這個袋子除了它的顏色 紫色很漂亮之外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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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一個彎位 可以適合你的 挺好 概念其實是可以day to night 真的可以去袍子,你回家也行 其實它這個液下包 它這個液下包 Sorry 不讓人說 它這個液下包也有一個特別之處 它是比較長的形狀 平時的形狀可能去到這裡就沒有 平時的液下包 但它這個是特別長的 可以做到一種很chic的效果 而且也可以很personalized 它有很多顏色給大家選擇 如果你問我唯一一個好處的這個袋子 開的時候它是很窄的 拉得很小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太橫的東西 但它這個很好,有一個 它有磁石的 這樣不會掉出來 對,但是真的很窄 好處就是不會掉出來 那是Naughty Bun Naughty Bun 這是2021年的Spring Summer的新款 有很多顏色的 有白色、啡色、綠色、藍色 然後就有這個啡色 真的不錯,看 如果你拿這個袋子,你會怎樣拿這個袋子 這個像什麼? 蒸飯那些叫什麼? 蒸飯那些 不是,蒸飯那些 3,160元 非常支援 PT,我們還有第三個袋子 就是這個 我們說到這三個袋子 這個袋子算是最便宜的 這個袋子是2,730元 它有黑色和紫色 Frocky如果連連連連連 差不多3,300元左右 整體來說,這個算是最便宜的 這個就是你什麼時候都可以揹 是不是? Carrie刀 Carrie刀,沒問題 好,我們下一個想說的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就是 SENRAV SENRAV在香港 之前PP做了一個POP UP 現在就是在Harvard City也有一個POP UP 就去到2月 Amy Song、Taylor Hill 很多這些模特兒 還有KRL都有揹他們一袋 這個其實有很多顏色 但我們今天只有這個顏色 還有這個袋子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它本身是可以斜揹 其實很適合上班 如果不是斜揹的話 有一個我也可以揹的方法 這條袋是可以調整的 它就可以這樣扯出來 眨一下眼睛就變成一個背囊了 是很方便的 Mini的尺寸 6000-9000元 它有不同的皮 牛仔布 這個牌子有很多款式 它都會選用一些 Vegan的Leather 對 環保 LUNA 它在未出的時候 的Waiting list 要買這個袋的人 已經有2000多個 其實它有7個顏色 那你覺得這個袋 是什麼顏色是最多人買的 通常這手袋一定是 可能是黑色的 黑色的 竟然不是的 這個LUNA竟然是 紅色 藍色 還是啡色的 我們現在拿著了 這個最多人在找的綠色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 Dabu City的pop-up store 哪個位置 Ral Florent那一層 我揹得很漂亮 這個袋是多少錢 這個是什麼尺寸 這個應該是5,058元 為什麼現在這個袋的價錢 那麼靈丁 為什麼不是齊頭 這個袋跟剛才一樣 都是可以練成背囊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下一個牌子要說的就是 那麼多個品牌裡面 唯一一個是有 Full Collection的一個牌子 Susan Fang 沒錯 Susan Fang是一個 2017年 在Central St. Martins畢業 一個來自內地的人 她在加拿大和美國長大 然後她現在移民了去倫敦 曾經在Selena Stella McCartney那裡做過 她就2017年開了 她自己的女裝品牌 她的衣服的設計是很特別的 在2018年的時候 研製了一種新的編織技術 她就是有一種好像空氣這樣的一個編織 空氣編織的原因 是因為她可以在一個透明的材料上加了一些珠珠的感覺 好像珠在那裡飄浮 英文叫做Air Weave 她亦都將這個設計 Apply在她的手袋上 而這個在Net-A-Porter有得買的手袋 看看這個 這些珠珠就是用一些 之前的設計師 可能不設計衣服的時候 Predus Designs 用淨的珠珠 循環再用 實用就不是100%實用了 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Fashion的朋友 是會很喜歡這個袋 因為這個袋 襯衣服是真的很漂亮的 不是最實用 但是它是一個很好的收藏的一個袋 這個是$3900 這個$2795 它是$2795.59 挺可愛的 挺可愛的 我想這個是比較厚 那這個就不太重 比iPad電話重 我想這個也比iPad電話重 那我想也算重 這麼小的袋 By far By far其實大家都可能見過 很多例如 Hadid 也有背這個袋 它的帶子 Comparing to PD Mode那些 是特別短的 如果你的帶子太短 它這個位置 其實你背都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好 你拿東西也比較瘦 這個真的要拿 你真的要這樣拿 這個袋子很像 在Mean Girls裡面 Lindsay Lohan Gina的袋子 會背的袋子 很Bitchy Girls are going shopping 對 這樣拿的 我朋友也買這個袋子 2,300元 Stord Stord其實它的袋子之前 有一個很香港的網袋 有一個水桶 然後上面有一個瓶 就是有些網那個 這個牌子在2015年的時候創立的 不好意思我還在浮聚在我的Adobe網上 這個designer 上了2019年forbes的30.30 30歲以下的這個設計師 這個袋子 你可以看到它的材質 在面料上面比較亮的 摸上非常軟 不會感覺很厚 現在買的是3000元 Laurence Chico 這個牌子是我一直都看好的一個牌子 溫哥華的一個品牌 這個藍色和這個珠珠 是它們的品牌 它們也有把這個材質放在 衣服、鞋、帽子、帽子 不同的衣服上面都用到這個東西 這個設計師是一個同性的夫婦 2015年創立的品牌 手環袋 它的重量 是比起剛才的Fusion Bank的這個袋子 是輕一倍的 這個袋子究竟多少錢呢 還有哪裡有得買呢 但是在連客人是有得買的 差不多6000元 大家如果去看這個牌子的話 我勸大家不妨去看其他的產品 例如帽子、衣服、衣服 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連客人有得買 這個就是來自泰國的牌子 它叫做 它是一對夫妻 Jesse和Wanna Siri一起創立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些袋子是不是推出很多年了 好像很多年都還是這個款 都是這個扣 就像Roger VBA的鞋扣一樣 都是它們的Signature 會一直推出 在不同的款式上 那可能這個跟之前有些不一樣 就是這個型裡面 它多了一個白色的Stitching 這個尺寸也應該是新出的 它之前那些 Handle Bag比較大一點 超輕 半部iPhone那麼輕 它是很實在 就是你不會因為它輕而覺得 感覺摸起來很便宜 它不是 它是高級的 你猜多少錢 這個袋子 還有它這個袋子的設計理念 就是雖然那個款式比較女性化 但是它們是用了男性化的一些角度 元素 去把男生很能幹的一個感覺 inspiration放下去 所以你會看到用這個袋子的人 就好像感覺上是很能幹的女士一樣 剛剛供用這個袋子 我會覺得一個女生很帥 四千 哇 還是貴的 四千 多了 四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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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差不多真的趕快了 趕快了 對了 我想再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就是其實可能這些千元包包 可能它的款式 一年後就已經沒有人會再買 通常人們用幾萬元 入手一個貴的包包的時候 都會盡量買一些比較經典的款式 可以用很多貴 可能用那些袋子你又會換 你又不需要用幾萬元買一個很季的包 所以其實這些手袋是一些很好的選擇 可能人們會覺得 其實我給了幾千元 我都可以用萬元買一個經典包包 還是怎樣 這些千元包包 就有它們千元包包的價值 在這個價值的範疇裡面 它們可以做到這段時間的一個氣氛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大家可以追求什麼 如果你只追求只是Classic 2.55的 那就OK 沒問題 GO BYE 如果你想很心癢 想買一個袋子 但又不需要很多錢買 那其實這些是一些很好的選擇 我想就是要看你買一個袋子 是做什麼 如果你上班 我真的覺得 SERAF的MASTRA袋是很好 其實現在很多手袋 都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我們買東西都要實際一點 我會勸大家 在購買袋的時候 真的想想怎樣配襯衣服 你家裡有沒有那些衣服去配襯 不要硬買 這個袋子真的很漂亮 但原來回家自己 它顏色很漂亮 但原來沒有衣服配得到 那就不要亂買 大家可以精明一點 通常可以買得開心一點 有時候很多人都會覺得 買手袋是一個 Investment 是 是嗎 保值 保值 相比起這些千元包包 就沒有那麼保值 過季玩的一個 item shop 就不要覺得是為了 Investment Investment 就不是的 希望這些資訊可以 幫到大家選購大家的千元包包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大家想支持的話 記得首先第一 當然不用說 當然要訂閱 還有要 Like 還有要 Comment 還有要 Share Tef的IG就會放在這裡 我的IG就會放在這裡 沒錯 如果有什麼不同的主題 你們想說的話 都可以隨時跟我們說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